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大乘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是从 星星是变的 这个星就是信 信当做提讲 所以星星有时候是一个意思 有时候是两个意思 看用在什么地方 也可以把星星连在起来一起讲 星星是真性 星星里面 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就像 精神跟物质现象 这两种现象都是从他 显现出来的 都是从他而生 只有他 是永恒 不生 不灭 他没有生 当然就灭灭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 不能说他无 他能生万法 不能说万法是有 现代的科学家 我们也很佩服他们 你看他们讲 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三样是什么 能量 物质 信息 近代科学家讲的 这跟大臣阿赖耶里面三细像 很相同 阿赖耶的业像 就是能量 阿赖耶的现象 就是信息 阿赖耶的境界像 就是物质 唯一是学家 你看他讲的 宇宙之间 唯一是唯一有这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些一切境界 都是这三样东西变形出来的 很难得了 那这三样东西从哪来的 科学没说到了 佛法讲到了 这三样东西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是本体 怎么会变出来的呢 这个变是个波动现象 这也被现在科学家了 发现了 宇宙之间 所有一词万事万事万事万物 都是波动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是波动频率不一样 所以他变现的物质就不相同 佛在三千年前 把宇宙真相宣布了 他怎么知道的 他比科学家知道的还清楚 还要详细什么原因 科学家是从数学 数理 推论到的 然后用科学的工具方法 把它证实 让我们知道了 那佛没有用数学 也没有科学工具 他怎么知道的 知道的那么清楚 超过科学家太多太多了 什么原因 佛菩萨是轻眼看到的 这个厉害啊 轻眼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他能看得到的 他用亲近性看到的 他用平等性看到的 他用圆满久性看到的 所以佛说了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现在我们 我们起心动念 分别止住 这叫烦恼 把我们的本能 障碍住了 随佛家的修行 修什么 禅定 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修禅定 如果立开禅定 这就不是佛法 我们念佛法门 是不是修禅定 是的 全都是修禅定 这是方法不一样啊 这个定功的前身不像头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不要很深的定 就看到了 尤其是 欲戒 欲戒六层天 包括下面的 畜生恶鬼的 这叫欲戒 欲戒有小小的定功 就见到了 这个小小的定功 华严经上讲的 粗性位的菩萨 好像佛教小学一年级 小臣呢 虚脱环骨 他就有能力见到了 虽然见到 他出不去 这什么原因呢 他定功不够 他才对一点小小 心尽心 恢复两种能力 佛讲我们的本能有六种 叫六通 六种神通 人人都有啊 一点都不稀奇 只要你把障碍去掉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去掉什么障碍呢 这障碍的确是不是很大的 小臣虚脱环所振的 粗口 他把 无类的见惑 就是错误的见解 放下了 我来说 去掉 我来说